最近有没有观众在我的出走日记,而被铁汉柔情的剧先生圈粉了,小编就是其中一位,现实中从艺术家、导演、篮球员、CEO,辗转多年最终成为演员,他的人生也是一段寻找自我的道路,接下来就一起看看,这位大龄出道的新晋大叔系男神,孙喜九的成长故事。 孙喜九出生于1983年,小时候他是一个过分内向的孩子,放学后总是只待在家里,不和同龄朋友游玩,父母曾经为了改善他的性格,时常带他去逛百货商场,但他不像其他孩子吵着要这个那个,依然是一句话没说的返家,因为担心作为男生性格未免太过腼腆,于是在国中时父母就将他送到了美国留学。 孙喜九的人生,可以说是一场不断寻找梦想的旅程,首先因为喜欢艺术,加上父母的鼓励,大学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主修设计,但实际就学后发现课程与想象的不同,于是第一堂课中途就落跑了,不过现在在IG上,可以看到他分享逛展览的照片,偶尔还会贴出随性的插画,过去还曾在剧本上,描绘角色想象中的样子,可以说是依然保有对艺术的热忱。 之后孙喜九误打误撞,跑到了隔壁电影戏旁厅,在有幸体验胶片剪辑工艺的过程中,开始对电影制作有了兴趣,有时间甚至还会充当领演,于是梦想逐渐变成电影制作人。 他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很欣赏导演李安,甚至说到段贝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。 即使在后期成为演员,孙喜九这个志向也从未被时间冲淡,近期他在原创作品企划节目,Unframed,一次完成了想要成为导演跟作家的梦想。 在他亲自指导撰写的短片重播中,描绘梳理感十足的一幕和外甥之间,为了参加亲人婚礼,便扭却温情的一日公路故事,制作过程让他觉得像是重返学生时代,每天都兴奋到乐此不疲。 虽然长期在海外生长,但孙喜九22岁就富含旅行兵役,他原本打算加入海军陆战队,但刚好2004年,韩国成立了伊拉克重建任务部队,为了体验更真实的军旅生活,他自愿申请助医的载童部队,而在这战火连天的地狱,孙喜九的梦想又有了180度的转变,电影通常都是将真实的战争进行了艺术加工, 但现实残酷的社会情况完全又是另一种世界,而让他有了成为纪录片导演的想法。 结束军队生涯后,成为导演的路途并没有想象中顺遂,曾经很疯狂于Michael Jordan的他,甚至还一路拐弯,荒谬地燃起成为运动员的梦想,不过连篮球之神Jordan都曾在25岁时苦恼过退役,更何况孙喜九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,于是很快地就放弃了这个浪漫情怀。 在远赴加拿大探望弟弟,实则逃避自我的过程中,孙喜九无意中搜索到一间表演学校,并开始了三个月的短期演技课程,从那刻起开始感受到了演戏的乐趣。 而孙喜九也有一套提升演技的独特方式,就如同电影《老男孩》的剧情中,主角被囚禁在一个小房间里,15年间不断在脑中练习打斗技能,没想到之后出来复仇时真的管用。 这边值得一提的是,孙喜九近期将与实力影帝崔明直,一同出演Disney Plus赌场题材的原创剧,Casino,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。 而孙喜九一直以来,也都是在又黑又小的房间,大脑里分饰多角模拟演技。 在加拿大生活的日子,孙喜九确实得到了一些机会,出演了几部独立电影和戏剧,甚至还飞往纽约试镜,但随着签证到齐,最后不得不回到韩国。 回到故乡大田后,孙喜九有段期间都在父亲的公司工作,是一间销售额达55亿韩元,产品外销十个国家的工具机制造商,他主要负责公司的销售与管理,并任职CEO的职位,不过后期因为很难兼顾演员的职业,因此现在只是挂名的执行长。 比起其他演员的步伐晚了许多,孙喜九一直到29岁,才开始借由剧场表演在韩国起步,并在31岁正式透过亲自改编主演的舞台剧《Love Burns》,一举开启演员人生的转折点。 当时Netflix超感8人组悬角人员,注意到了舞台上耀眼的他,凭借流利的英语和出色的演技,孙喜九顺利争取到好莱坞影集门票,在第二季中饰演首尔地方警察,剧中除了与裴斗娜有不少追逐打斗的戏份外,还有许多不打不相视的感情戏,而戏外两人也有相当好的交情,除了私下约吃饭外,裴斗娜还引荐刚出道的孙喜九,进入自家经纪公司, 在当时还被传出了恋爱说,甚至还二度合作出演《最完美的离婚》,不过都被经纪公司和演员否决,博斥为亲历的前后被关系,顺带一提,孙喜九在《最完美的离婚》里,与我的出走日记连家大姐李一,饰演貌合生离的夫妇,在剧中四处留情的孙喜九,虽然一本震惊地演绎了极致渣男,却莫名地让人讨厌不起来。 之后孙喜九陆续以多元的角色,持续活跃在荧光幕前,像是在电视剧《母亲》,总是对女人拳脚相向,令人毛骨悚然的同居男友,金庄律师钟客串来自哈佛,傲慢且油腻的对手律师,六十天指定幸存者,为代理总统阻挡男官,傲娇又充满男友力的秘书长,浪漫的体质中只是特别出演,戏份却爆炸多的都去广告导演, 质疑山泉至闲酒别重逢的初恋情人等,精湛的演技表现,都让观众们感受到孙喜九不容忽视的魅力。 明星在人气逐渐上升之际,通常黑料也会随之爆出,孙喜九曾在DP逃兵追击令中,是演艺表人才的军官上尉,故事刻画了韩国军营中,长期以来超黑暗真实的霸凌文化。 而孙喜九过去也曾被指控是校园暴力的加害者,一名自称是孙喜九国中同学的网友,在Twitter声称孙喜九总是欺负班上弱小的同学,更附上班级的大合照,说到这才是他辍学刘美的真正原因,不过孙喜九和经纪公司对此都发表了不实指控。 孙喜九也在IG上发布了该推文的截图,声明校园暴力指控毫无根据,并已起诉该网友,但文章上传不久便被删除,让真相变得更物理看花。 日前演员事业正起步的孙喜九,正积极地产出多部主演作品,像是在电影配对游戏中,大谈时下男女在交友软体上物色,随意而亲密的成人素食恋爱,游走在限制极边缘的路骨台词,游信深爱的写实模式,展现了新世代的恋爱价值观。 在电视剧《我的初走日记》,孙喜九饰演神秘的外地人剧先生,总是散发着浓厚的不幸气息,365天都呈现喝醉的状态,颓废大叔的厌世模样,让观众纷纷好奇他究竟受了什么打击,剧中帮忙捡帽子的奋力一跳,仿佛让炙热烦躁的生活带来了新气象。 演员话题度排行榜,更是从开播的24名,飙升至第二名,可以说是刷新了人生角色,专属的剧式浪漫,粗糙续湖的性感成熟魅力,也让孙喜九成为小编近期收编的大叔戏男神。 而在即将上映的电影《犯罪都市》第二季,孙喜九化身为剧中最大反派,与怪物刑警马东时展开激烈对决,限制极的血腥动作片,相信会带来华丽爽快的极致场面。 外表非常阳刚的孙喜九,现实中其实不擅长开车,过去因为拍摄需要开车时,甚至还在片场造成事故,为了避免成为不良驾驶,所以索性连车都不买,看起来像是会大口吃饭的他,生活中其实最无法忍受吃饭发出咀嚼声,而在理想型的选择上,比起外貌更喜欢有幽默感的女生。 孙喜九还曾因为公司放的演员形象照不像自己,于是要求换上自己的证件照,结果反而被网友吐槽太过真实,后来又在公司劝说下换成现在的黑白照,可以说是相当有个性。 自带意欲气长的他,甚至还谈的一首好情,在粗犷的外表下,增添了温文儒雅的反差。 虽然说是辗转多年大龄出道,但孙喜九最终还是找到了人生中的梦想事业,朝着演员之路努力不懈的样子,让他逐渐透过作品营造出好口碑,相信历经漂泊的寻梦经历,往后也会成为他的演技资良。 以上就是粗犷男生,孙喜九的成长故事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,可以按个喜欢,并订阅我的频道,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